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這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國際新聞 要說的 國家也不是真的很國際 其實所謂國際新聞 有時候大家就覺得好像很遠 不關我們事的時候 其實只要 聽多幾次 大家就很親切了 今天要說的也是講緬甸 要說緬甸之前 另一宗 就不想獨立開一節講了 這個就叫做 假新聞 再一次證明 我們的對手就是日日出假新聞 所以大家真的要認真想一下 你要跟他對抗 當然你不一定要做假新聞 但是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當這個對手真是甚麼骯髒都出齊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要去調整一下那個策略 戰略呢 所以我們也覺得緬甸的示威者 也是很聰明 所以先講講另一個 先講講緬甸之前 就是這個 網傳這個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已經出來澄清了 網傳這個德國之聲 就有一個全世界疫苗排行榜 以這個安全性 進行一個排行榜分析 頭四位竟然全部都是中國疫苗 大家都想一下就知道 當然就是 1.如果有甚麼報導 肯定是錯誤報導 2.原來根本就是一個 假新聞 基本上 又是在 這個微信那裏 繼續在社交網絡那裏廣傳的 假新聞 原來近日在這個通訊群組裏有一則訊息在流傳 訊息的內容就是這樣說的 源自德國著名的反華傳媒德國之聲 把全球10種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排名 排頭四位竟然全部都是中國疫苗 1.國藥 2.國藥 3.科興 4.康熙洛 5.阿斯里康 6.輝瑞 7.莫德納 8.強生 不用全部讀下去了 總之大家就知道 總之頭四名 全部都是中國 一看就知道 就是一個假新聞 原來就說有人投稿 投稿上去 拿了個投稿就說是人家德國之聲出的排名榜 這個 就是 中共的做法 每一樣東西都是造假 用假新聞 去操作 人的思想是很奇怪的 大家都覺得自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明辨是非的能力 就要建基於你見到的東西是真是事實 才能夠明辨是非 所以共產黨這招就叫做改變現實 他不是要改變你對 對與錯的觀念 而是透過 操控媒體 嘗試改變 現實發生過的事 實際上 人對於善惡的觀念就很難改變 包括例如 有一群暴徒在中火 打人 二話不說就是打人 甚至殺人 你一定覺得這群人一定是壞人 被打和被殺的人一定很無辜 出來保護被打的人一定是好人 這就是人的直覺 共產黨做的事就是充分利用這件事 其實 雖然大家很討厭那些愚蠢的藍絲 但是 那群藍絲其實他們在利用 與生俱來 是非對錯的那種觀念 然後把錯誤的訊息 灌輸給他們 把 香港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說他們是暴徒 說他們是殺人犯 說他們是縱火狂徒 而所有關於他們 自己做的暴行 就是透過媒體操作 把畫面剪走 然後就當沒事發生過 跟六四 想把 大屠殺埋藏一樣 所以緬甸的人民 看通了 知道 軍政府 政變背後 就是因為有中共撐腰 甚至乎中共就是身在其中 有份去策劃 所以一下子 緬甸的抗爭 就是轉移了 知道他們要對準 那個目標源頭 其實這件事 香港當時的 示威抗爭 其實也知道 始終背後 就是中資和中共 所以我一直都不認為那個矛頭有指錯 背後是鄉黑 背後是黑社會 背後跟白衣人有關 背後跟福建邦有關 那些就變成了通通的敵人 所以緬甸的 示威者原來 根據報導發現 報導也根據中國駐緬甸的大使館 原來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已經確認 整個 緬甸的示威已經攻擊了32家中資 的工廠 有大量這些中國工廠遭到中火 中國駐緬甸大使出來哭訴 說現在已經有32家中資工廠受到攻擊 當中有兩名中國員工受傷 稍後再說這一點 財物損失 就大了 已經是2.4億人民幣 因為台灣的新聞報導說這是台幣 所以就變成10億損失 出來哭訴 原來被人燒了30多間廠 中國大使館當然是 循例出來譴責這些暴力分子 但是大家詳細看一個新聞內容 緬甸的示威者多麼和平 攻擊了你32家中資工廠 你們又不是軍隊 你們又沒有武器 又沒有戰鬥力 又沒有戰狼保護 又沒有吳京 更加不會受到中國外交部保護 又沒有解放軍 又沒有解放軍 又沒有解放豬 襲擊了你32家工廠 你一個人也沒有死 只有兩個中國員工受傷 你看 緬甸的示威者多麼和平 和平到有一點 覺得 他們可以稍為再進步一點 駐緬甸大使中國說 絕大多數被攻擊的工廠都是紡織廠來的 大陸又照搬回香港那一套 說這些工廠 就是在緬甸創造了幾十萬個就業機會 又是叫人們不要打爛飯碗 同一招 你在香港 可能會有效 在大陸可能會有效 但是你去到緬甸 人家真是理睬你 緬甸人民真的清清楚楚知道 知道他背後的敵人 就是中國大陸 中共 中共從來就不是靠官方 官方也有動手 從來就不是單靠官方 去搞這些所謂統戰工作 從來就是靠透過民間 做代言人 香港大家很熟悉 一大堆土共做外圍組織 所以對著中共 基本上就是真的要小心檢查一下 絕大部分所謂民營機構 雖然未到100% 但是差不多到90% 也是等於是中共在背後 所以緬甸的抗爭者對準 對準著中共 對準著中共在背後的工廠 發動攻擊 還要傷亡那麼低 其實已經相當之厲害 緬甸這班人民 其實就不應該再叫他們做抗爭者了 因為我認為他們 現在 根據這個平衡的民人政府 他們現在 在進入全國 革命狀態 人家的 平衡政府就已經宣告了這件事 也是 不需要去掩飾這件事 他們也清楚知道 如果你今天 不反抗 基本上 反抗也是一樣 他也是實彈射擊 對方就已經 大規模使用暴力鎮壓 怎麼能夠不把這個當成一次革命呢 如果 用中國共產黨的術語 這個就叫做 農民起義 人民起義 農民起義 這個就是革命了 革命就是暴動 這個就是毛澤東說的 所以 從任何角度去說 香港 的 抗爭運動就是 一場革命 不應該覺得失敗了 把他改個別的名字 這節跟大家 跟進到這裡 拜拜 拜拜